創意比材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价值金投资 今天台股重错了223点 主要原因今天的开盘开得不好 今天台股一开盘 乘量31亿左右 跟上个礼拜是 放假之前尾盘的那一根量的 80亿差太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上礼拜是封关前 最后一盘成交是80亿 拉尾盘 那年轻早盘开盘只有31亿 所以短线的量价背离 让台股今天下沙取量 那今天一个取量过程当中 还好沙盘的重心是在哪一个类股 金投类股 今天金投一股 杀的比较重一点 所以对于元月下印 有影响吗 没看法 做高票 没看一天的嘛 会因为今天台股重错了200多点 你就认为元月下印行情不见了吗 那当然不是这样的一个分析 更何况金融类股通常不是我告诉电视 观众没有 你可以布局的一个重心 因为买金融股 不负质了 太万了 所以今天下沙取量 沙的是什么 金融类股 既然杀的不是主流 对行情的一个研判 或是元月下印的行情的一个 未来一个架构 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上礼拜国泰金一样急拉 尾盘急拉 今天重错 那今天台股跌了223点 你认为 全面的一个走空吗 你有没有发现了一个重点 大盘重错 还是有个股往上走高 包括 这一档 太阳能的个股 玉金 是不是往上创下波段新高 另外我们一再告诉你的 电动车Type-C的概念股票 茂林 今天来到154.5 一样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 这种比较属于电子 主流架构的股票 往上走高 那你还会认为说 大盘很弱 所以没有元月效应吗 不必这样一个 过度的一个怀忧上市 我刚才说过 看行情不是看一天而已 至少看个中长期 至少看个一个月 所以对今天 我们布局的这一档茂脸 来到波段新高 相应投票应该很认同 我们在封关前 一再推荐给你的这档 具有电动车的题材 跟Type-C 两大主轴的明星的一个个股 大盘 纵做223点 茂脸股价还不错 真的不错 比较一下大盘 跟今天茂脸的走势 真的差很多 所以在一个目前的一个现况 我还是要提醒Tomil 如果你感觉到你的股票 真的蛮弱势的 尤其今天台股压回修正嘛 你更可以判别出你的股票 是抢还是弱嘛 那以弱换抢嘛 太弱留抢啊 我之前就告诉你 你一定要做出这样一个动作 否则这个行情 你很容易撒股着笔 不要一直 寄望着你弱势股 会弹上来 让你卖高一点 台股真的是一个 潜跌性的一个市场啊 市场上的资金 当然是一套啊 那这一套的资金 当然是买最强势的个股 不会帮你的 弱势的股票 拉起来让你解套 让你卖啊 所以你要明白这样的一个 台股的一个操作思维模式 相信对你未来一个 操盘节奏 就一定有所帮助 好不好 所以这套茂联 我们在12月14号 已经告诉过你了啊 当时打到130 收缴只跌 此时不买 更待何时 当时12月10号 大盘数一样啊 7980嘛 回顾一下 12月14号 大盘数 6个交易日跌掉555点嘛 跌到7980啊 茂联可不买 茂联可不买 收缴只跌 此时不买 更待何时啊 所以很多人这一段没有赚到 那当他从149回到139 这140附近 可不可以再度的承接 今天已经来到 154.5了嘛 所以不管你买 130 140的 雷电动探机 因为我从12月10号 所推荐的这档股票 持续性的一个追踪 所带给慧云的 是持股的一个信心度的一个掌握 对吧 他在落后叫你买的 12月14号 很悲观的盘数啊 当时大盘数跌到7980嘛 茂联呢 收缴只跌 此时不买 更待何时 从130涨到146 隔天18号 没什么动 但是我看到是一个 连续两天十字转折 向上的一个讯号 所以持股可以续报啊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就涨到149啊 从130到149 将近20块钱的一个价差 买个私传 也有将近20万耶 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啊 好不好赚 当然很好赚 是不是 那重点是他从149 再度的回档 来到139.5嘛 我说长龙吞噬又要发动了 看到一档股票要动了 当然要买啊 所以很多人 大盘数来到7980 那一天不敢出手 因为杀得很快嘛 就罗宏今天大盘 跌了200多点 一定还是很多人 不敢出手 人性的弱点要怎么克服 你盘中必须有一个高手来陪你看盘 你会操作的比较安心啊 所以就一个茂林的一个架构 很多人第一段没有赚到 因为130不敢买啊 所以从130到149没赚到嘛 那当他再度的回档 来到139.5啊 长龙吞噬我告诉你要发动 当然可以再度的进场 而且隔天28号我们话给你 他会往上走高过149 同样我对一档股票的一个走势的规划 那不是青菜位 那是要负责任的耶 是不是 对会员要负责 你又知道为什么茂林 两次的进场点所带给你的 就是正面报酬率啊 没有让你失望啊 重此今天大盘跌了200多点嘛 茂林一样来到波段新高啊 因为我在28号 茂林的一个后市 我画给你看看吗 这个方向很明白的告诉你 会过149 很清楚吧 所以在29号上礼拜二 他不跌 我说要等大涨 等大涨 上礼拜三已经变成小涨嘛 他会变成大涨 每天持续性的分析跟追踪 有没有一贯性 我说会过高 画给你看 上礼拜二 没有跌 我说等大涨 上礼拜三小涨 我说会变大涨 所以在上礼拜四已经来到148嘛 每一段都稳稳的转 今天茂林真的大涨了 来到154了 来到154了 这两段累积的报酬率 有多少利润 我相信你算的比我还要精准 所以一档股票 面对今天大盘中错223点 还能来到破断新高 你认为我寻股的功力 值不值得你跟我一起来掌握 云月效应的行情 做股票不看一天 今天大半落200几点 你就开始垂头上去 你就开始否定云月效应的行情 那你就错了 大盘的回档下来 你更可以清楚的看到 到底哪一档股票很强 到底哪一档股票很弱 该换的赶快换一换 好不好 所以对今天那个茂连盘中 涨了5.8%再创破断高 很漂亮的一档机油股 面对今天大盘中错200多点 这档股票 很多人认为只有电动车的一个概念而已 这大家都知道 它跟Tesla有合作的关系 但是你也知道 泰白西的一个连接器 也是茂连目前着重的 另外一个明星级产品吗 你敢知道 你不知道我说你听 对 我在什么时候就跟你讲了 12月25号 当它回档来到139.5 我说它除了电动车之外 Type-C的连接器 让它业绩持续性成长 而且这个成长力道 明年度一定会更好 那重点是接下来 延月效应 尤其是美国最大的消费性电子展 西叶是大涨 这礼拜开始登场 从6月6号开始 在拉斯维加斯 开始正式登场 最大的消费性电子展 它带动的当然是电子股 全球的一个瞩目焦点 不是金融股啦 金融股今天跌就让它跌啊 对跌金融股对我的操作 没有任何的干扰啊 因为我布局的重心 目前的题材性的个股 CS消费性电子展 有哪些 投资你清楚吗 所以对于茂连这档股票 在25号就告诉过你了 电动车叫Type-C 长龙吞噬又要发动了 当然可以买啊 知道一档股票要发动再不进场 那我也没办法 每次你看完我的节目 然后长了一大段 你自己才会去追高 我真的爱莫人助 我们给你会人之心 到底有没有价值 盘中 并肩作战 我真的不会亏待你啦 朋友们 谁会跟你讲Type-C 帽脸的另外一个明星级的产品 谁会告诉你 元月份的CS亮点Type-C 有没有 上礼拜一啊 直接画给你看一定会过高 有基本面 有题材 形态量价符合多方性 当然会持续性走高 是不是 所以我从上礼拜一 里巴尔 告诉你 这个月的CS亮点Type-C 帽脸其中一档啊 有没有 我说会变大涨 每一段都稳稳地转 今天有没有大涨 今天感觉是超级的一个大涨啊 因为今天台股不是大涨200多点 是跌了200多点啊 一档股票 还能逆势地领先大盘走高 接下来 你会发现到 利多消息即将公布 这是我操作的一档基础性股票 所以对今天台股 跌了223点 当然很多同名的问题会因此产生 就从找盘 有人看我节目去买棕雨 看到棕雨叠下来问题产生的 你是我会员 你不会有这种套牢的问题 为什么 我在上礼拜祀 封关那一天 我怎么告诉你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三角形收令形态 上档这个叫什么 那个叫压力 压力有没有办法过 你必须对它的一个筹码量价 了解很透彻 如果没办法过 该卖就卖 该退就不要乱追 这档终于 我在12月3号 2007有先卖一趟 这趟大概赚了12块钱嘛 因为28买的嘛 那我卖掉的那一天 12月23号 因为量不够嘛 供给量不够 270先卖 我提醒电视观众 如果你真的喜欢买我的股票 你就只能低接 我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不要每次看完我的节目 自己去追高 追高了有问题产生 才打电话进来问我 何苦来摘 你如果跟我同步来进出 你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你不是自寻苦恼吗 自寻问题产生吗 是不是 所以该卖的位置 我会有没有清楚拿出会员的讯息 来跟你对时对价 270我先卖一趟 2 3号那一天 卖 你只能低接 它下来 我会有没有带会员低接 上礼拜二 29号 最低26.5 我说越接近这个铁板支撑 越站在买方嘛 所以我在上礼拜二 248 是把终于接回 因为来到铁板支撑嘛 所以高点有卖啊 卖在270啊 那股价便宜了22块钱 我接回啊 成本降低的22块钱 大胆逢低承接 因为支撑 对 所以上礼拜二 248 几回 礼拜三呢 涨到259.5 那是不是贪11块 上礼拜四 这要收定形态 那收定形态来到一个关键点 我说我在盘中 会特别告诉我们会员 到底这个反压会不会过啦 你看得出来吗 从量价 或从它内部的筹码面 你看得出来吗 上礼拜四 终于我怎么告诉会员的 我们来看一下 11点28分 终于这张股票 来到三角形收定形态的一个上缘 表现不够强不会过 所以我告诉会员 在257附近先卖出 我11点28分告诉我会员的 时间内我让你看到啊 内容我也给你看啊 为什么要卖 三角形收定形态的一个上缘 加啦 你认为会过吗 如果我认为会过我会加嘛 但是我认为 从当天的一个强度 或是量价 它是不会过的 不会过这个上缘嘛 所以257附近先卖出 11点28分告诉会员啦 你28分接收到我的信息挂257 你可以增加在257.5啊 因为经过一分钟29分 股价在257.5嘛 对时对价 上礼拜四的一个终于257保证一定成交 因为尾盘 257.5啊 我告诉会员257附近就可以卖啊 所以上礼拜四 是不是关键性的一天 我从248接回的 257卖掉 这样赚9块钱啊 两趟的操作 大概赚了20块钱 至少我们是安全获利下车 我们不是因为今天大盘重做 股票赚钱变套牢 是不是 今天一个终于 股价达到237 不要去怪大盘跌200多点 要怪自己 为什么上礼拜四没有跟我先卖一趟 是不是 上礼拜四257你有跟我卖的 今天来到237便宜了20块钱啊 你心中感觉怎么样 上礼拜四你有跟我卖的 今天大盘重做 你会不会想说要把它接回来 我今天真的很想买 因为今天大盘重做 我喜欢在大盘大跌的时候告诉会员买股票 这是我一个操作风格啊 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如何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对你一个操作结果当然有重大的影响啊 今天大盘就有200几点 终于跌下来我很想买 我很想进场 那为什么不进场 为什么不进场 为什么不进场 有没有被跌破 这一个今天铁板支撑 今天有一点小跌破啦 这样既然小跌破的情况之下 我就不急躁了嘛 我就观察个几天嘛 如果那个支撑 重新在三天之内站上去 再把它做接回也不迟啊 我们要给会员是一个安稳的操作 绝对不照进 所以对今天台股跌了200多点 我知道很多股票会有点恐慌 我也知道很多股票你都没有卖 那接下来 你的弱势股真的不卖吗 等一下一支股票 你本来买得好好有贪钱 就是因为你不能买了钱变贪钱 包括这档生计股志勤 我在12月21号提醒你啦 当天最高267 我已经卖掉了 因为跌破月线 我已经卖掉了 最高267我卖在257啦 是不是 我卖在257啊 你如果不卖 今天这档志勤剩几块钱 剩229啊 我什么时候提醒你的 12月21号啊 12月21号的一个志勤 我不是告诉你我已经卖掉了吗 从257到今天229 差了快30块钱 10张一样差了30万 所以对于我们盘中 认真负责 带领会人的一个进出的一个动作 希望你跟我们同步来掌握 谢谢大家 再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头痛 请用玉芬珠 吹几天啊 请用几天啊 无分之 无分之 不好 阿菲特 最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名额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最优质的立委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今天这一档 重量级的群职性的个股 万海一样 因为大盘的回档 重挫嘛 那跌下来 好不好 自己把握一下 如果你想理解的 因为美国的运价 明年2月 确定要调涨 对万海 明年多的业绩 是正面的 好不好 这样股票在封关前 台股成量不是很大 对不对 封关前 没什么量 这种重量级的股票 221 可以涨15% 难能可贵 一位分析师 如果可以精准 抓住盘面主流的卖动 那我相信你跟他合作 你很容易赚到钱 这一档万海 12月24号 底部形态 我说他的业绩跟油价复相关嘛 油价跌对万海的营运成本会降低 好不好 所以整个一个股票在低档 底部嘛 索码会冲出去 所以25号涨6.2% 接下来涨到9.2% 那29号上礼拜二 小跌量说多方格局还会再涨 结果呢 隔天30号盘中营运大涨了4.9% 当天我把万海公开 本来是盖的嘛 我公开给你的原因 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又去追我的股票 千叮咛万交贷 就是不希望你成为输家 输家来共通的特点 追高杀低啦 赢家的一个心法低进高出 所以当天为什么要把万海公开 为什么 公开给你 就希望你已经涨了15%的万海 你不要去追 你有的可以先卖一下 是不是 一个礼拜15% 重量级的股票 220亿的股本 对 大象跳舞起舞来 很可爱 所以整个万海股价呢 今天 有没有回档 好不好 你想低接的 自己好好把握一下 如果这15%没有赚到嘛 那如果你认为 我的分析 对万海明年度的一个运价 2月份调涨 那对他的业绩 会产生一个正面加温的现象 那股票低点可不可以买 股票低点可不可以买 这一段没赚到 那接下来下面还有一段 要不要赚 就如同茂莲嘛 130到149没有赚到 那接下来 149到154 要不要赚 我相信我们的分析 很果断 我们的看法 也不会模拟两可 今天大盘 跌200多点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最清楚 谁有能力帮你解决 我相信 你也很清楚的 可以找得到 一个有能力帮你解决 手中最起手问题的分析师 因为我们的分析 都跟你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所以有另外一档 股票 一样是在底部形态的 我说他每年赚一个股本 他是不是基金股股 我介绍的股票 党党都符合巴菲特 这个价钱投资概念的 一个基本面 不是基金股股 被代会买 大陆二代化的概念股票 有题材有基本面 那股票 一样 底部形态的 今天大盘 中错200多点 对不对 这样股票有没有跌 这样股票有没有跌 大盘 跌掉了 2.23点 今天这档股票在平板附近 我还是买 我还是告诉会员站在买方 一档股票的基本面 是成长的 往上的 我就敢带会员逢低沉接 就像茂连 两次的一个操作都是同样 12月14日茂连来到130 此时不买更代何时 他从130涨到149 那接下来呢 他回档来到139.5 我看到他又要发动了 因为长虹吞噬了 又是一次的进场点 回档要敢买啊 买了 隔天告诉你 接下来会过149千波高 到今天为止 茂连股价的走势 也有没有如同我的规划 这头没有 你要跟随一个资讯啊 所以对于今天 台股的回档 是你太弱留强最好时机 也是你跟随我们 买进强制主流卖动 最好的一个机会 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上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无分珠 无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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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雇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端线 赢了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雇0227810909 0227810909 感觉怕病人要改善心 荣兴家电银行贷款顾问 0266371353 荣兴 有些人在你靠 咬 verso 颜九 像 风吹 风吹 魔淚